我买回来放这一个礼拜了 也没人碰的 他也没打 你说你这孩子 就是你打碎的 你就承认得了 你可真气死我了 哎呀 行 我打碎的 我打碎的行了吧 别生气了 我错了 再说了 现在不止我这样啊 就谁遇到这件事 他就得这样 不可能 你看 你还不相信 你还不相信 你一会儿等我们家前车回来 你看看他 你试试他 他肯定 二敏烈 今天我跟你说啊 咱家的家风就是诚实 不管办啥事 应该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你知道不 说不明白了 沈丰峰 哎 那个帮我扶一下车子 然后呢 我给你看一下古董 啊 你古董啊 妈妈妈 我听见顺芳和我小姨父回来了 你这么的 我试着他 保证一试一个准 我现在就把他拿仓库去啊 那你这孩子是啥事啊 别试了 听我说 哎 那他要不碰这玩意儿呢 他肯定碰到后期了 你身板 慢点啊 你就这身板你 小姨父 小姨父 快来快来快来 来来来快点快点 我看看 陶啥好玩意儿 古董 哎呀快看看 先说好 慢点啊 这古董是我的 你的你的 我啥时候要过你的东西啊 我拿出来看看 有外人没有 没有 就他俩 他俩没事 他俩是蛤蟆跳井 什么意思 不懂 不是 俩人呢 不懂不懂 快点快点 拿出来 或 三国时期的 三国的 你咋知道是三国那时候的呢 为 无 我就差数了 为数无 这不三国的吗 没有我的妈 小姨父啊 依我看 这两个碗 一个老魏的 一个老吴的 成大笔饭用的 没几年 你根本就不懂 还我不懂 假的 呦我天哪 妈呀 这个好 西汉的 西汉 你咋知道西汉的呢 你听清楚 不是成西汉的 是西汉的 你咋知道 是那个年代的呢 西汉 妈呀 还有落魂呢 小姨父啊 你是真懂还是假懂啊 现在的历史学家 管那个年代叫西汉 那时候人家不知道叫西汉 你找谁鉴定的呀 我们楼下老王头 多少钱呢 三百 妈呀 你快要回来去吧 你不行 蛤蟆醒了 妈 你说咱那件事跟他们说不 你那个是假的 什么假的 都是一家人 我还准备上健保栏目呢 关键是人家那晚上太稀罕了 咱那不行啊 咱那个元代的 啥元代的 啊 那个是我妈 她有一个元代的青花词 你是不是都要放哪了 啊 对 我想起来是有那么个玩的 元代的青花词 啊 忘了放哪了 啊 哎呀 我想起来了 她就放在我妈那个卧室 那个小仓库里了 对对对 你再来 干啥去啊 我妈说了 那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无价的 你俩干啥去啊 对无价之宝 对 你家的传家宝 要传也得传给你女儿啊 对 我们这外星人肯定没份 我们也不惦记啊 好 那好 走走走 咱俩俩做饭去 对啊 别动啊 原代 我不懂 青花词 我也不懂 我懂 我也不要 你不要我要 你干啥你 我去取勤 来吧 爹 我先来吧 来来来 你抱着我 你抱着我来 我过不着 你先告诉我 我 哎呀 沙发怎么翻了呢 小姨子 刚才在那个小仓库 你看不看着 看见什么 对 看见了 这这么长一条 活灵活现了 你俩看着啥了 猫 老鼠 猫 老鼠 猫和老鼠 哈姆以杰瑞 哎呀 我说你们这两个人啊 啊 我那屋哪来的老鼠啊 我放了半年老鼠药 它也没人碰啊 哎呀 对了 这咱把这箱子搬出来了呢 哎呀 我的原情花啊 怎么都打了 你俩谁打的 谁 妈 对不起 这个瓶子是 叫姨父打的 前前范 干什么 你变了 我谁 谁 你大变 我没想到啊 你说谁呢 大 是我吗 啊 我站得好好的 你蹭下穿我脖子上 你拿下来的 天机良心呢 你拿我顾不着根本就 你顾不着 你 你仨是我说的 我说你慢动 你咋 行 别说了 我说实话 哎呀 要说实话呢 大姐 是这样的 我吧 我想到你小仓库里 给你打扫一下卫生 没想到她穿进去了 非要看着你听话 你说我 我使劲拦的拦不住啊 你才变了呢 你 妈 你别信她的 是我要打扫卫生 你七十二变 哎 行了 我跟你说 那是我跟我妈打赌呢 妈 你看我说啥 那个 我说这玩意要碎了 他俩肯定互相推 谁也不承认 这回你信了吧 这就叫善意的谎言 对不 啊 考验我们俩呢 啊 妈呀 妈你千万别生气啊 你这考验的 你这代价也太大了 这原情花了 啥原情花啊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那是我给菜市场地摊上 花二十块钱 买的 我看挺好看的 买回来搁那餐桌上来 结果整打 你说你们俩打了就承认呗 要承认我还高点性 你说你俩这么的 我 我我我到心难受了我 妈呀 你吓我这一跳 干啥呀 哎呀 俺俩不是怕这玩意太贵重 你这不是 这怕你生气 所以才撒得谎嘛 行 行 老姐 你千万别生气啊 保重身体 这什么破原情花 我以为是真的呢 我也以为是真的 咱俩待会儿还得修沙发 什么啊 你真的 哎 会会 那行了你们玩吧 我回家了 会会会会会啦 等会儿 小姨子 既然他们能考验咱 我出个主意 咱考验考验会会吧 考验想会会 考验考验会会 他这个小孩 你这玩意小孩不懂事 万一弄不好 老姐一生气再弄出个好点来 没事啊 就考验考验嘛 看小孩咋不 小姨父小姨父 考验考验行 这回就让我妈输得心服厚服 你说啥呀 妹叔啊 我心思也考验考验孩子 我也想看看孩子是啥表现 你咋也这么说呢 行 那待会儿 这孩子不懂事 他要是没过关 你可别生气 放心吧 我回去我再教育他 好不好 好好好 那我去找他 我把他放 放慢点 放慢点 妈门在这儿呢 快快回来了 快快快进来 这是放学了 今天的作业多吗 还行啊 怎么了 有啥事吗 没啥事 但是我今天 姑娘您也长大了 爸爸有些事 也不得不告诉你了 从今以后你不要再上学了 啊 我 他 他 也不要再上班了 他 也不用再做饭了 明白了吧 咱家发财了 再发财我也得上学呀 你爱上不上 但是我告诉你 咱家有一个传家宝 真的 原情话 价值连城 在哪里 在里屋 那小仓库里 千万别动 我跟你说千万别动 一砸碎了 传家宝就没了 明白了吧 哎呀爸你放心 你不让我动的东西 我肯定不动 我在这写作业啊 我不动我不动啊 这孩子没事 挺好的 你看你们这么盯着我 我也写不下去啊 我上去就写啊 啊 原代代 青花词 完了哦 这孩子上钩咯 那万一他要打不碎呢 不可能 我有机关 你俩刚才是不是就中招了 没事 要人家会回家 可是就没动呢 她是我女儿 我能不了解她吗 她的好奇心 比我大362个 她要不碰 我管你叫小姨父 我还是你小姨父 小姨父 孩子 来先放这 我看看 稀碎 孩子 你是不是发现大老鼠了 不是 不是 你是不是发现一只猫 不是 你是不是风太大了 不是 是不是帮大姨打小小穿裤去来 不是 是我把青花词打碎了 不行 我还得问一遍 我问你 这青花词 传家宝啊 是你打碎的吗 是 不是 是你打碎的吗 真是 不是 这是你打碎的吗 是 真是你打碎的 都跟你们说了 真是我打碎的 不是 我 这 会 我的好孩子 你啊 真是诚实啊 咱们的传家宝找回来了 好 他们把东西打碎了 谁都不承认呢 孩子 只有你承认 你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 你这青花子岁了怎么办 哎呀 哪有青花子啊 这是你大姨在菜市场 那地摊20块钱买的 那考验咱们的 对 你过关了 但是记住咱家的传家宝 只有两个字 诚实 那我这诚实一下不要紧 以后啊 你你你还得继续上班 我呢还得继续上学 大姨还得继续做饭呢 但是咱们的传家宝 还在 我明白了 咱们家的传家宝啊 就是诚实 对